我們也不希望跟...不是跟我們一樣的價值觀的國家發展什麼友好關係 因為最後還是會被騙 我覺得終於波蘭的總理講了這件事情 這也代表波蘭的一個精神上的核心 就是要跟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國家站在一起的 然後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支持烏克蘭、好好的支持台灣 才可以保證、才可以保持我們的民主跟自由 也不對獨裁國家磕頭 今天有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波蘭總理摩拉維茨及 Mateusz Morawiecki 他剛好現在參加美國華府智庫太平洋理事會的一個會議 他在會議中發表演說明說了每個台灣人會覺得波蘭是可靠夥伴的事情 他說了什麼呢? 如果烏克蘭在這場戰爭中被打敗的話 隔天中共可能就會侵略台灣 那如果我們要保障跟保持台灣的獨立性 台灣的主權獨立的話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支持烏克蘭 有沒有注意到兩件事情? 第一,他這次發表演說是完全打臉法國馬克宏 那第二件事情他就是公開宣稱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雖然波蘭以前比較沒有明確的標態對台灣的立場 但是兩國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還不錯 那每次台灣遇到什麼問題或波蘭遇到什麼問題 兩個國家都有互相幫忙 比如說武漢肺炎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台灣有提供非常多的防護物資嘛 像是有提供口罩啊、防護衣啊那些 那台灣人需要疫苗的時候 波蘭也有提供40萬劑疫苗給台灣 所以這些都是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之下而建立的關係 還有還蠻關鍵的事情 因為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在台灣的大使館 就實際上的大使館 開始以國家為命名嘛 因為以前像是波蘭叫做什麼華沙貿易辦事處 但是在2018年的時候就改名為波蘭辦事處 現在還是有非常多的國家在台灣設辦事處的時候 不敢用自己的國家的名稱 可能是會用那個首度的名稱 但是波蘭早就做了 那當然兩個國家的議員、立委也有很頻繁的往來嘛 然後在波蘭國會裡面也有一個波台遊藝小組 就是剛好是負責波蘭跟台灣之間的關係發展嘛 所以這次波蘭總理的演說 就是延伸目前來講波蘭外交的一個政策 就是要跟盟友、要跟民主國家站在一起 並要明顯的表態 那以前烏克蘭還沒有被侵略的時候 波蘭也是發表的時候是還蠻小心翼翼的 因為也不知道中共的立場會是什麼 但是我們現在都知道 中共它就是完全是支持俄羅斯嘛 然後它要侵略台灣 所以因為中共有提供那麼多的物資 有提供那麼多的軍備給俄羅斯這個國家嘛 所以它不是一個中立國家嘛 所以它就是站在獨裁者那邊嘛 它自己也是個獨裁者嘛 那波蘭身為一個剛好是脫離那種極權轉政 就是那種蘇共的那種傀儡政權嘛 波蘭統一共產黨的政權 我們非常的清楚什麼是獨裁、什麼是極權 我們也不希望不是跟我們一樣的價值觀的國家發展什麼友好關係 因為最後還是會被騙 我覺得終於波蘭的總理講了這件事情 這也代表波蘭的一個精神上的核心 就是要跟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國家站在一起的 然後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支持烏克蘭、好好的支持台灣 才可以保證、才可以保持我們的民主跟自由 也不對獨裁國家磕頭 其實我覺得現在在歐盟裡面 應該是波蘭要扮演一個更關鍵的 更有領導地位的一個角色 你看德國、法國就是完全對中共磕頭 像是最近德國也很頻繁地去嘛 然後法國也說歐洲不應該干預什麼台灣的事物 我想說你誰啊? 你這是法國總統,你為什麼要代表全部的歐洲人? 那相較之下,摩拉維茨基、波蘭總理 他在美國發表演說只是代表大西洋 就是美國、加拿大、歐盟國家 就是我們那種合作的方式必須要加強 必須要加深往來 才可以保障我們的民主、才可以保障我們的自由 這才是符合歐洲人的普世價值 這才是符合歐洲人的完整的這個價值觀 因為我們是民主自由嘛 你要加入歐盟 你要是一個民主國家嘛 你不應該有貪腐嘛 你有非常多的條件 像是烏克蘭最近有申請嘛 那以前波蘭、立陶瓦、拉托維埃、沙尼亞、 霍爾捷克、斯洛伯克 申請的時候也都是有個藍圖嘛 然後你必須要符合那些條件 你才可以加入歐盟嘛 那照馬克宏現在的那個邏輯 他要跟什麼獨裁國家、什麼俄羅斯、中共啊 加深往來 這神經病啊 你應該是要跟自己價值觀一致的國家發展關係嘛 你才可以保障自己的獨立嘛 才可以保障自己的一個主權嘛 那最後我想說波蘭終於表態了 所以我就拍了一個這麼短的一個影片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注意到這件事情 因為波蘭的交測很關鍵 無論是在人權方面 就是近期波蘭也接受了非常多的難民 非常多的來自烏克蘭的難民 或是在幫助烏克蘭跟支持烏克蘭 對抗這種獨裁專政、獨裁極權 就是那種來自俄羅斯的侵略 而且大家也看到 像是波蘭、立陶宛、拉托維埃、沙尼亞 或捷克、斯洛伯克 我們這些國家一直在說 俄羅斯不是你的盟友 你要非常的小心極權國家嘛 那德法反而就是要跟他們合作 現在就發現了 就是那些人都是不講武德的嘛 你要跟自己的相同價值觀的國家 發展關係才是對的嘛 因為俄羅斯跟中共 他也沒有要跟你好好的往來啊 他只要騙你啊 然後有機會的話 就要侵略你嘛 要讓你對他磕頭嘛 要讓你當他的奴隸 像是那個俄羅斯非常的不要臉 在戰爭爆發之前 他說他要有個 他影響的那個區域範圍 就是直接到奧德河 那就是德國邊界 他就瘋了嘛 他就是要回到那種冷戰時期 然後那些綏晶派 覺得喔 那可以聽聽看啊 那個法國馬克宏 那個時候還一直去跟普京談判嘛 那個德國小子 一直跟普京談判嘛 那時候 就覺得真的是 狀況是非常的不樂觀 因為西方國家的領袖 就是感覺上完全看不清楚 然後沒有看見 來自那些獨裁國家的危險 那最近也開始一個一個的決心 波蘭的角色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歐盟啊 在北約裡面的角色 然後 大家也開始越來越相信 來自波蘭的分析嘛 那這一次 波蘭總理 直接表態了 波蘭對台灣的歷程 就是要保證 跟保障 台灣的獨立自主 然後知道了那件事情之後 中共國的大使館又在那邊氣噗噗 他們在那邊講什麼幹話 當然最開始就是講 喔!台灣是圖共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雖然他們從來沒有通知過台灣嘛 然後還說 任何借烏克蘭問題 那是戰爭 烏克蘭是被侵略的 這不是烏克蘭問題 烏克蘭沒有問題 是俄羅斯侵略它嘛 影射關聯台灣問題的企圖 都是別有用心的政治操作 我是想說了 你不要別人這樣子影射的話 那就不要支持俄羅斯 你不要這樣子影射的話 那你不要打壓烏克蘭 你不要這樣子影射 你為什麼在聯合國裡面棄權 你為什麼不譴責俄羅斯 你不要這樣子影射 你的洗包子 為什麼要去拜訪俄羅斯 為什麼要跟俄羅斯加深往來 那你不要這樣子影射 你為什麼要買俄羅斯的天然資源 然後轉賣呢? 你不要這樣子影射 你為什麼要提供武器給俄羅斯呢? 我覺得就是這些非常簡單的問題 那大家知道一個事實 你們中國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 台灣就是不是你們嘛 台灣是有一個自己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有自己的法律 有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軍隊 什麼都是自己的 從來沒有跟你們任何的關係過 然後你說 這是你們領土的一部分 那就是跟俄羅斯對烏克蘭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然後你要記得 你這樣子要破壞世界秩序 你要這樣子搞那種什麼 新的那種周星國嘛 跟二戰一樣啊 希特勒普特勒嘛 就是那群獨裁者 你在歐洲也不會有任何的朋友 還有你們華為間諜案 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對波蘭人道歉呢? 你們竊取多少個波蘭的資料呢? 還有阿土共啊 你們這個綁派分子 別忘了 共產黨在波蘭是非法的 宣傳共產主義 也是違反波蘭法律喔 最高可以關兩年喔 所以你們給我差不多一點 所以阿 真的說 台波友好啊 那最近也有什麼新聞阿 馬英九準備要去希臘 發表他對中國的看法 就是說 不只有民進黨的那種想法 還是要跟中共好好的往來 就是那個中共見諜嘛 這大家都知道 我想你去希臘 那你不如來波蘭 看看波蘭的官員 看看波蘭的人民 對你的看法會是什麼 你這叛徒